应该大家都打开了吧 以后的话我们建立一个标准的环境 那标准环境这个有点像是那个office 2003跳到2007的时候很多人哇 整个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 画面完全不同 为什么因为他是面板式的 那所以我们要相容于前前几代 也许你是用2008 或者2007 09反正就是旧版新版如果你要都统一的话 那你有个方法就是怎么样 请注意一下右下角的齿轮 这边有个齿轮 对不对你就把它点下去 齿轮点下去请你用autocad典型 这个部分的话跟我们 上个学期用法一模一样 也就是延续性的2D 那这个方法的话你用在前几个版本也都相通 反正你长的画面都会一样 而且都画得出来没问题 OK 第一个 请各位把它调整autocad典型 但是调出来之后 这个是2D的工作环境 有没有我们是调出来之后把这个先叉叉 对不对然后再把这一个工具列 按住不要放 挪到隔壁来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有标准的2D的环境 上上个学期或上上学期都在讲这些 反正就是这一些工具列 怎么使用 一个按钮其实就是一个指令 指令名称就是line 有没有它这边有显示出来 你油标放上去 它就跟你讲指令叫什么名称了 所以不用背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你按油标放在上面 它就把说明告诉你 如果你要更多按F1 也会有很多说明出来 你也可以看一下 里面的说明其实有的时候比书里面还更清楚 还有就上面的这个工具列 这边的功能表列 这边也有一些功能 那但是这个是2D的 画面 那我们如果3D的话 需要增加哪一些 工具列 我这边说明一下 第1个的话 我的习惯是这样 请你按右键 工具上按右键 那我们会需要哪一些 大概会有这些 恐怕各位稍微记一下 第1个 从上到下我们会需要用到UCS 那UCS的话 主要是定位定义它的XYZ轴 在 在哪一个面向 所以如果说你要重新定义UCS的话 你就必须把UCS这个工具列叫出来 所以点它一下 UCS就跑出来了 这个时候 这个工具列浮在上面 请你把它移到上面去 那移的位置我习惯是放在这里 暂时先放在这里 所以第1个方向去对 第2个按右键 再往下看 有哪一些需要 当然这些工具列都可能会用到 不过暂时在入门课程里面 暂时不会用到 我们暂时不要把它叫出来 否则 你会发现你的画面会很乱 第2个的话需要的部分就是 我们再往下看 再来的话 需要哪一些呢 各位可以看到 再来往下会看到 四开头的 四步不用 四 四图跟 四觉形式 这两个要 四图 点下去 四图 这个四图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它有 上 下 左右跟那个 前 后 西南 东南 东北 西北 就这几个 也就是说 我们预设是上 画2D其实就是上四角 那如果你要切换到其他四角的话 可以藉由这个工具的去调整 那基本上我会把它移到上面去 OK 所以四开头的 就是一个 这个什么 四 什么 四 四图 再来视觉形式 这个也要 因为这个视觉形式的话 我们可以去切换 切换成 2D线架构 3D线架构 还有就是说 拟针 跟概念 那不一样的视觉形式看到的 3D的那个实体 感觉也不一样 会有不一样的用途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 是就两个 一个是视图 一个是视觉形式 加一个UCS 这两个 OK 总共三个 再按右键 再来 还没有 这个是 其实一个工具类就是 2D延伸出来 你就再来就学这些 反正你 你说要学什么 反正就是把工具类该学学好 然后上面功能表类需要用到的 就加上去 大概就这些 2D我也讲过 2D不就那一些 也没有超过 图都画得出来 对不对 而且很快 再来的话 就是 我们往下 往下看会需要有个 硕形 硕形 按下去 那什么叫硕形 我硕形 按右键 这边也可以看 硕形 硕是这个 硕造的硕 形状 应该是什么 形是那个 形态的形 硕形 比如说你今天要画一个 圆柱 画一个 矩形 方块 画一个 锥形 卸形 什么形 反正 都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些 反正 还有什么 交集 连集 插集 这边也都有 另外还有什么 按拉 挤出 这边都有 扫略 重要的功能 都在 这个工具 这叫硕形 工具 那我的习惯是会放在上 就是 这个 视觉形式的上面 它的上面 这个位置 OK 然后再按右键 再来一个什么 还没有 最后一个 硕形 下面还有一个 实体编辑 实体编辑 这个按下去 OK 然后把它放在这边 放在这个的位置后面 就是放在硕形的后面的实体编辑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不用 这个擦擦掉 OK 基本上 我的习惯 的那个环境 就ready 如果2D有学过同学 其实就很习惯 我的做法 有没有 就是这边 这个2D的对不对 没有问题 然后3D只有增加 第1个 UCS 第2个是视图 第3个是视觉形式 再来是硕形 再来是 实体编辑 总共几个 12345 5个 就5个 那往后 基本上3D几乎 90%的指令就用这些 就绰绰有余了 好就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3D的效果出来了 所以该学的反正你也不要学太多 那有很多书 就会教你弄很多很多什么画面上什么什么功能 它是很多的书里面是 教你用这个啦 不是Auto可以点几书 教你用什么3D塑形基础啦 书上 我也试过 就是不习惯 而且常常又找不到这个找不到那个的 头痛死 干脆 暂时 就学这个就好了 至于你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没关系 你就自己再去把它点下去 它可以